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轉一下我們的元氣 阿 白痴 上一局我們不是有先回血嗎 因為我們碰到的是那個 我們碰到的是那個就是那個祭司 結果我們這邊 欸 因為我們 好不好 我們放 我們就是直接跳出去了 所以祭司的紀錄不算了 OK 好 原來是這樣子 OK 其實我早就該料到了喔 太87了 太87了 好不好 但沒關係 我們先盡可能不要死 好不好 先盡可能不要死 然後 這邊那個爆炸桶有點麻煩 哇 兩邊都有爆炸桶耶 在哭阿 先炸一下 我們先這樣 然後我們小心青蛙喔 昨天就是被青蛙給炸爛的喔 那個青蛙真的很討厭 這個 像是萬聖節關卡這邊 討厭的東西吧 好 先讓他在旁邊爆炸一下喔 所以其實你跳出去的話 那個關卡幾乎就會全美了啦 好不好 那 因為通常我們都會跳出去兩次耶 因為我這邊沒有錄完的話 所以其實遊戲應該是可以跳出去兩次的 因為我本來就是跳出去一次 然後後來我們打關卡的時候 又可以跳出去一次 所以照理來說應該是可以跳出去兩次的喔 拜託 我想要補血 可以給我補血嗎 求你了 求求你 我想要補血 給個機會吧 好不好 給個機會補血 而且我不是有那個嗎 我不是有拿那個什麼木箱 就有機會掉藥水嗎 他就有什麼 現在沒什麼木箱可以打啊 太酷了吧 不是喔 真的是很討厭那個青蛙耶 那青蛙怎麼可以這麼的討厭 那我旁邊直接爆炸的是哪一招 壞人 這個小兵是不是我雕像的那個招式啊 是的話我可以放更多的小兵 是耶是耶是耶 他會召喚 哇 我們這邊有鬼手又有小兵 這一次 穩定開局的吧 而且又無限魔量 喔 夭壽 我只要好好的閃一下我的攻擊就好了 閃一下攻擊 死蛋射不過來 笑他笑他 好 旁邊有那個木箱 我們待會再看一下裡面有沒有機會拿到那個藥水 其實那個箱子打開藥水好像沒有說很簡單拿到耶 那機率有夠低的 OK 好 你先小心一點點 不是不是不是 有人又要開始耍白癡了 那個青蛙又要開始爆炸了 出來 喔 大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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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 幽靈還敢躲啊 結果我後來發現我們 打到最後怎麼樣你知道嗎 打到最後我們 我們召喚的那個小兵都比對面的那個敵人多 超好笑的 來吧 Gill go Gill 前往拜託 讓我增加我的血量 或是給我擊殺敵人吸血好嗎 雖然我覺得擊殺敵人吸血 不是 我們先打一下在這邊 擊殺敵人吸血好像也不是說 很好百分之百發揮就是 不是喔 該給東西了吧 怎麼那麼窮 不然給個牧師給我也好 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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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爽了 太爽啦 哎喲 怎麼又變武器了 又變成這個 鑰匙了 Oh yeah 各位 黑皮黑皮 補血補血 小心小心小心 找一下障礙 哇哦 滿地都是 補血欸 藥水欸 那就是因為打開木槍有機會掉 不是啊 白癡 啊我 我滿血的時候才一直掉給我 我沒血的時候都不掉 這樣對嗎 是這樣搞的嗎 真的欸 滿血的時候都不掉 滿血的時候一直掉 沒血的時候一直不掉 是不是故意的啊 你看 又掉了 那沒關係啦 這至少如果我們哪邊損血我們還可以過去這樣 也不是一個 也不是一個為了後續來那個 先留點青山的那種感覺 到時候我們損血就可以再回來這些房間拿藥水 還是我們現在要故意損血 故意損險先拿個藥水這樣子 來 走起 這是我們的教官 訓練隨從嗎 不需要 隨從管他的 看真的是 沒有需要補血瓶的時候才瘋狂來 要求天賦 雕像能夠觸發兩次 哎呀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直接召喚兩隻 召喚兩個小士兵 這什麼 蛤 原人之相 他是 遠距離爆炸的欸 哪裡都可以打得到 這還滿強的啊 為什麼他只是個白色武器而已 你看看基本上這是 哪裡都打得到欸 我覺得這個還滿厲害的 你只要蓄氣你哪裡都可以打他 又是這個隨從訓練官 我覺得隨從的話基本上真的就是那個 你玩牧師的時候啊 拿到會比較爽 不要不要耍白癡欸你們不要耍白癡欸很痛欸 別再來咧 你看我們這遠距離發射真的滿舒服的 就是專心躲角落然後交給我的這個隨從 然後讓他們去炸這樣 這滿ok的 交給我的隨從 欸沒有欸 果然還是要看到敵人才可以是不是 這個機制真的是還滿討厭的 就是你如果沒有看到敵人的話 還是不給你就是自動咬準的 不給你自動鎖定喔 來來來又是什麼 哇大寶箱 苦無鐮刀 這鐮刀是不是那個鐮刀啊 的前身啊 感覺很像欸 超爆苦無 但是我們也沒辦法啦 走進去就要換啦 走進去直接被換掉好不好拿了也沒用 來啦各位 2-5 你拿的是什麼 這個好像還不錯 傳奇魔法杖 這巫師會直接撞過來欸 夭壽咧 我們要先小心 我們現在沒有那個 沒有護盾了 先補點血 這法是在玩卡丁車是嗎 狂撞猛撞的欸 我覺得這把法杖好好用喔 舒服的 嗯 舒服的 舒服的 這個還行 那這個是什麼 撿東西 欸 腳測試玩卷 舒服 盜賊 我覺得召喚這個騎士還不錯 不換了 你看我們現在 隨從 夥伴越來越多 太舒服啦 狂打猛打 我就在旁邊嗨 召喚了喔 最適合哲平啦 各位 我們自己的人都要比敵人還要多了 笑死 真的欸 我們自己的人要比敵人還要多了各位 超多小兵 這個能夠觸發兩次真的蠻舒服的 拜託 而且重點是什麼 我們又是魔量無限 所以我們才可以在旁邊 一直在那邊狂亂轟 狂亂轟 不然一般來說應該是做不到的 太神啦 各位 這樣真的很舒服 超級召喚流 如果這個再搭配我們的惡魔術師的話不是更爽嗎 我們這個也不錯啦 因為我們會召喚鬼手 珠珠 不過有珠珠就沒辦法那個雷欸 就沒辦法召喚了 我覺得還是召喚比較OK 珠珠就 珠珠就一個保命技吧 但是因為我們大招就是 開出去才會有鬼手 然後我們大招開出去才會有這個護衛兵 所以鐵弟騎坐騎是不好的 騎坐騎已經沒有很好 珠珠 珠珠你今天沒用了各位 珠珠今天難得沒用 難得沒用的小珠珠 難得沒用的小珠珠 喔 瘋狂召喚 太神啦 啾啾啾 瘋狂召喚 幽靈真的有時候都是 會讓我以為我已經通關了 他就還沒有了 來來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召喚大部隊能不能打贏這個無頭馬騎士 來來來來 瘋狂召喚 他要跟好多人打架喔 他要跟 他要跟好多東西打架喔 太爽了吧 他要跟好多東西打架喔各位 贏啦 唉唷 那邊很毒 哇 魔法弓 可惜了 沒有用了 這次應該蠻穩的吧 我覺得這一次 這次應該還蠻醒的好不好 這個召喚流太神了 到底能不能撐到最後面 喔 這個弓太大了 到底能不能撐到最後面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目前來說我好強 召喚的東西好多 反正要先疊我們的小兵 欸 照理來說應該是可以 喔 應該是那個啦 每一個章節可以跳一次嗎 還是 還是怎樣 應該是每一個章節可以跳一次吧 欸 不不不不 出事了出事了 喔 怎麼血量剩這樣啊 哇 阿伯 完蛋了 怎麼會這樣 無死 喔唷 好險 有生命藥水 因為我每次就是我經過一個新關卡的時候我都會直接那個啊 我都會直接跳掉啊 換下一個章節這樣子 所以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那個的耶 用一下冰之障好了 是有可能應該每一個章節或是每一個小關可以跳一次吧 因為我都有在這邊隨便亂跳 我剛剛迂迴閃過所有的攻擊欸 太神啦我自己 打爛打爛打爛 我覺得這次真的很有機會的喔 因為我們有無限魔 無限能量 超OP 要到達下一關了喔 好 那基本上先打到這邊 然後我們明天再來看一下接下來就是那個 後面的關卡會長什麼樣子 能不能就是取得好成績 結果這一次好像 也沒看到新關卡啊 可惜可惜 新關卡好像是機器人關卡欸 沒關係我們到時候 沒有的話我們就是在用其他角色 測試的時候我們在那個 哇我要被那個回力標打爛了各位 欸不過我們那個阿法師阿 就是死靈法師這邊好像 他還有另外幾個技能喔 那大家推薦他 哪一個技能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好不好 這個我們到時候 這把如果過的話我們也可以再 玩一下就是 死靈法師的其他的技能 因為我們現在玩的就是 大招召喚手收的嘛對不對 召喚鬼手技能 他搞不好有其他一些 更酷炫的也不一定 其實我覺得那個欸 旁邊那個小士兵都比我們的鬼手還要兇 笑死了 那大家覺得這次哲平有沒有辦法 順利的成功突破我們下一個 就是我們這個第三章呢 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想法好不好 我覺得污陷能量真的很讚 沒問題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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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